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争的胜负完全可以被视为历史的转折点。 因为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双方都为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在苏德战场上诞生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战术。 其中,被称为军事历史上第一恐怖的炮击就发生在1945年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苏联用洗地式的炮火攻击彻底打碎了纳粹德军的骄傲,也为希特勒敲响了丧钟。 二战后期,纳粹德国的脆弱性在此战中被暴露无遗。 同时,它也证明了宝河式攻击战术的有效性,只要攻击力和攻击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就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这可能也是我军的火力不足恐惧症,一直没能得到有效治愈的主要原因。 苏德战争的整个进程,用两极反转来形容是绝对不为过的。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军攻入苏联领土,至此苏德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在苏德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表现完全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 希特勒用德军最为擅长的闪电战的方式,从三个方向对苏联发动进攻。 当时的苏联可以说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战场上的胜利给予了纳粹德国军队极大的信心, 让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消灭庞大的苏联。 但是这种速胜主义论调,让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栽了一个大跟头。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著名战役, 苏联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纳粹的闪电战计划被彻底粉碎, 苏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逐渐掌握了这场真正的主动权。 原本对德军极为有利的战场局势自此开始反转。 在库尔斯科会战结束之后, 苏军在1943年的8月开始进入反攻阶段。 德军虽然在此期间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攻, 但没能帮助其扭转局势。 苏联占据本土优势, 整体实力是越打越强。 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苏联士兵的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经验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反观德国的资源确实越打越少。 事实上, 二战中尤其是二战初期被德国击败的大多数国家, 都是败在纳粹的闪电战战术之下。 所谓的闪电战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通过强力且有效的击溃敌人并占领对方领土的战术。 纳粹德国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术, 一是因为他们装备相对先进, 二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有限。 战争时间拖得越长, 德国的损失就越大。 从资源角度看, 德国和苏联之间还是有极大差异的。 苏联能够在反攻阶段, 对德军进行历史级的大规模炮击,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次发生在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的炮击发生在1945年。 当时苏军正准备解放波兰, 遭到了德国A集团军群的抵抗。 当时苏联方面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对德军的阵地进行了饱和式的炮击, 彻底打掉了德军的胆气。 目前,这场炮击的记录仍旧没有被超越。 在30分钟里, 德军阵地里落下了31万发炮弹。 在这种洗地式的攻击之下, 无论是士兵、装备还是攻势, 全部都被炸成飞灰。 德军的防线自此不复存在。 如果说数据不够直观的话, 我们可以用朝鲜战争时期的数据进行对比。 朝鲜战争时期, 美国就已经是世界强国, 其战争火力也排在世界前列。 范福利特弹药量就是用当时一名美军将领的名字命名的。 范福利特弹药量指的是在9天内发射36万发炮弹, 而苏军的发射量已经是朝鲜战争时期, 美国作战标准的5倍。 很多人认为在上个世纪, 范福利特弹药量就已经是军事活力的巅峰, 但是和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的这场炮击相比就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是苏联著名将领朱可夫, 朱可夫元帅一直都是装甲军团战术的支持者。 可以说, 这种宝盒式的炮火攻击模式带有非常明显的指挥者风格。 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其实是波兰战役的一部分。 苏联当时制定的战略是要将纳粹德军将其领土上驱逐出去, 并解放整个东欧。 之所以将波兰作为重点目标, 是因为波兰当时盘踞着大量的德军, 是苏联进攻德国的最大障碍, 因此苏联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苏联准备了220万士兵的庞大部队, 坦克和飞机分别在4500辆和5000甲之上, 参战的火炮数量达到了2万门以上。 充足的士兵、装备和弹药 是苏军能够打出毁灭性炮击的前提。 面对准备充足的苏军, 作为防守方的纳粹军队, 无论各方面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当时, 德军与苏军的战斗人员数量比在1比5左右。 为了不让苏军渡过维斯瓦河, 德军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防线。 不过, 尽管德军近期尽最大努力做好了防守准备, 也没有挺过2万多门大炮的第一轮炮击。 31万枚炮弹如泥地一般彻底摧毁了德军的攻势, 也摧毁了德军的信心。 在此后半个月里, 被恐惧驱赶的纳粹军队几乎一直处于逃亡状态。 此时除了逃命, 德军士兵们根本就想不到其他事情。 在炮击中活下来的德军不到参战德军的十分之一。 苏军自此在波兰境内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 就连驻守波兰首都华沙的德军都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在苏联军队绝对的实力压制面前, 任何战术战略都很难起到作用。 而且苏军那种铺天盖地式的炮火攻击非常容易摧毁敌人的信心, 甚至就连纳粹精锐大德意志装甲军的到来都没能扭转局势。 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在波兰战役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它象征着苏联用炮火为纳粹德国吹响的丧钟。 在这场战役中,纳粹德国的35个师被击溃, 50万德军崩溃。 他们在短短三天时间内从勇敢的战事变为贪生怕死的逃兵。 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不仅贡献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恐怖的炮击, 在整个苏德战争中也极具战争意义。 它的胜利让德国成为了苏德的战场, 为后期苏联军队解放柏林做好了铺垫。 希特勒对此心知肚明, 并对丢掉华沙的纳粹将领, 进行了惩戒。 但是他可能忽视或者刻意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进行得过于顺利, 德军之所以会输掉这场战争, 并不仅仅是指挥水平, 战斗意志等可控的主观因素导致的。 上文中提到, 德军之所以有限, 苏德战消耗了大量的精英士兵, 导致德军整体的兵员素质越来越差。 到苏德战争后期, 很多根本就不符合征兵要求的德国士兵被派上战场, 这类士兵无论是职业素养还是心理素质都非常差劲。 在面对苏联的炮灰攻击的时候, 这些士兵很快就会心理崩溃并四处逃散。 这也是部分德军部队在三天左右的时间就溃逃了数百公里的原因。 后来苏军攻入柏林之后, 希特勒甚至号召未成年的学生, 拿起武器去保卫柏林, 也直接证明了德国的兵源匮乏。 但是和德军相反, 苏联的军队是越来越强大, 就像上文中提到的, 苏联在兵源方面本就占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战争的磨练甚至是筛选士兵。 甚至在苏德战争过程中, 苏联军队的火力压制、坦克穿插战术, 完成了从诞生到成熟的全过程, 并自此成为了苏联军队的经典战术。 德国整体的武装体系, 无法克制苏联的大规模装甲部队, 撤退只能成为其唯一的选择。 而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 德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忍耐力以及支持力都在不断下降。 二战后期, 德国境内的青年男性基本上都被送上了战场, 其国内的生产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当纳粹德国在战场上顺风顺水的时候, 希特勒政府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 获取大量的资源供养德国的民众和军队。 苏联军队用史无前例的炮击, 推动着二战的历史走向结局。 纳粹德国的失败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很多时候战争就像是赌博, 在由一方如希特勒政权那样说得一无所有之前, 赌盘是不会停止转动的。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